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只是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谈到周深的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那首空灵的大鱼 这首神曲不仅适用于各种影视CP视频剪辑 而且打破了许多歌手歌红人不红的局面 这首大鱼背后的周深可谓是歌红人也红 硬生生的凭借着自己的嗓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手之路 单单从颜值而言 周深从一颗平平无奇的小土豆通过装发 音乐成为了舞台上的贵族小王子 也算是励志的典范了 给了很多的编者一样的普通人 一点通过造型提升颜值的信心 光有过人的音乐实力和音乐才华 只能够称得上是一名合格 或者是优质的歌手 但周深却不仅仅如此 他完美地将歌手这条主页路线和偶像融合在一起 为什么称呼他为偶像呢 因为编者发现周深的粉丝数量庞大到 可以和许多流量小声抗衡 而且有着超凡的人气 有着部分发圈属性却以理智的歌粉居多 而其实力又不是单纯的 营销咖流量明星所不能够比拟的 一个将实力和偶像人间融合的很好的歌手 便是他周深了 近日周深在做客某知名访谈节目的时候 提到了他本人和粉丝的关系 通过访谈我们得知 在周深的心中 粉丝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同时他也会努力的 不一味的在粉丝的关注中迷失了方向 他和粉丝的群体互相 给予了力量和彼此守望 这样暖心的粉丝和偶像之间的情谊呢 正是印证了那一句 真正的爱是双向奔赴的 双方的爱是理智的 粉丝因为周深的音乐才华和三观人品 而喜欢上周深 而不是像某些流量营销咖明星的 非理智粉丝群体一味的只知道吹捧 不想要睁眼透过迷雾去看看真相 周深对于粉丝的爱又是理智的 知道粉丝喜欢的是他的音乐 所以会尽全力的营造好的舞台 创造好的音乐 让观众和粉丝们感到骄傲的同时 也会让不少的粉丝的思想 影响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之中 歌手仅仅只是一个工作 双方的爱是默契和亲密无间的同时 双方也是有着明确的界限和距离的 当其他拥有到同样人气的歌手 或者是演员的粉丝群体 每日都在组织自己的粉丝打头控屏 晒出自己购买的专辑和电影票 跟人互相拍笔 且要在网上发文承认自己的心甘情愿的时候 温暖且想拉拉周深 给粉丝带来的却只是天籁之音的视听享受 和作为他的粉丝的骄傲和欢乐 他与他的粉丝仿佛像是一束光 透过了被阴霾知气笼罩的粉圈文化 树立了一个正能量粉丝和偶像的关系 如果饭圈囤体都是如此这般的话 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多的路人厌恶饭圈文化 网络平台上也会少了很多的乌言碎语 当然了如果每一位偶像都能够兼具到 颜值人气和实力的话 而不仅仅只是通过营销和资本的手段 通过非正常的操作 堵住网友们的质疑和黑了 只留下正面新闻的话 那么作为粉丝 也会不必如此辛苦地成立反黑小组 各种奔波于在举报之路上遥遥无期 毕竟德不配位必然会遭质疑 删帖和举报是粉丝作为一名网络公民的权利 但是也只能够堵住路人的嘴 空瓶和扣上黑粉的帽子 也只会营造出偶像市场虚假的繁荣 舞台上的周深闪闪发光 综艺上的周深智慧和幽默并存 访谈上的周深能让人直呼人间之清醒 希望周深的歌手之路越来越好 更希望纷乱的《约绕团刀》 像周深这样的一个优质偶像和粉丝全体越来越多 吃瓜不停娱乐不暖 感谢大家关注冰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